Hi 大家好 又和大家見面的時間 上集和大家介紹了一杯 小鼠的氣泡咖啡 這次繼續都是一杯小鼠佳品 也是一杯非常經典的香檳咖啡 French 75 聽過名的French 75 都大約猜到它是來自 羅曼之都巴黎的產品 但是不要看它很浪漫 其實French 75 酒精也有一定的濃度 只要喝一口 就會好像被炸到一樣 有刺激痛快感的咖啡 就是因為它有這樣的口感 所以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戰 巴黎的著名調酒師 Herry Maccoulon 發明的這款咖啡 以不同濃度的酒精 加上氣泡感 一起放在嘴裡產生的火花 和比法國75mm野戰炮攻擊 有絕差不多的效果 因此就命名為French 75 一般在酒吧喝到的French 75 都是用香檳和Jean酒作為配搭 但是平時在家製造的話 你們都可以用便宜價有親民的白葡萄氣酒 或者啤酒來代替香檳 和Jean混合在一起 口感和味道一樣都是不錯的 那好吧 事不宜遲 現在就做一次給大家看吧 首先我要加2盎司的Jean酒 再加1盎司的檸檬汁 然後加少許冰 攪拌均勻 然後倒入香檳杯裡 然後再加4盎司的香檳 加上大約9成左右 那就差不多了 這樣一杯這麼刺激的French 75 就已經完成了 這樣好了 做完當然要到試飲了 但我看見這杯我也怕怕 因為香檳我是喝不到的 一喝我就會醉 哇 好味 Jean酒獨有的杜松子香味 和香檳的果酸味 非常之相稱 但由於Jean酒和香檳 本身都有一定的酒精濃度 加上香檳微小的氣泡 也相當容易把酒精帶入血液裡 所以好喝 但要適可而止 所以記住不要喝太多 這樣呢 我剛才的partner就跟我說 看上去這杯就不太濃 這樣我決定一會做一杯重酒精版本 讓他享受一下 他又說沒喝過香檳 這樣今晚讓他試一下 如果他貓了的話 我看看拍不拍到片給大家看 這樣今集又完了 大家臨走之前 記得CLS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最緊要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 KCAV提提你 如果你們未救18歲 就算有家長的陪同情況下 都是不可以喝酒的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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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